四百万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你看在我之前跟了你三年 你就借我呗 我又不是不还你 不行我可以给你打线条 咱俩之前那么多年感情 你怎么好意思上这个嘴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 我能来找你吗 我没钱 要不你去银行带点款 你赶紧走啊 我女朋友还等我 女朋友 合正的钱都给她花了是吧 赶紧滚 两位冷静冷静 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吧 女生能说说因为什么要借钱吗 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吧 是家里谁生病了 还是欠债了 我要买房子 你买房子你管我借钱 合日四百万你一分钱都不想拿 不是全款四百万 首付四百万 首付你是要住鸟巢啊 还是住水利房啊 我现在不是在北京吗 我心思上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就移步到位了 咱俩当时因为什么分得熟 你不知道吗 能具体说一下吗 他非得说要去大船市发展 结果收入没提上去 眼光都提上去了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有错吗 我不像你 一辈子就窝在这个破地方 一点也不上进 我窝在这破地方 我应该说管别人借钱买房的呀 你别说那没有用的了 我有偿还能力 你就说你借不借吧 你有个屁偿还能力 你自己过什么 让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一个月就挣五千块钱 你天天穿金 带银又名牌的 你自己钱怎么来的 你心里美数吗 你咋不管那个 比你爸大一轮的男朋友要呢 你别血口喷人 我现在可是单身 明白了明白了 你是管你的男朋友要钱买房 人家一脚把你蹬了吧 这么个走投无路啊 那也比你赞那破地方强 我们的钱也是一分一号自己赚来的 也比你这个臭要饭的强 你谁啊你 她是我未婚妻 我俩马上结婚了 不借就不借呗 哪那么多废话 我们家现在也是我管 实话告诉你 你要只有什么难事 也不是不能借给你 这个就是我现在最难的事 你知道人这一辈子 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认不清自己的定位 你叫他实地点不好吗 我竟活一辈子 我要活得精彩 精彩玩 可怜吧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如梦初心般的两手空空 幸运也空